哈囉 來 來了來了 快出送 白色叫車停在馬路邊 看到警方馬上關起車門躲避 行徑可疑 警方隨即上前盤查 身穿灰色上衣的男子 就是詐騙集團車手之一 他們假扮威秀影城員工 和中信銀行客服打給會員民眾 謊稱因為設定有誤要支付違約金 利用民眾慌張心理進行詐騙 不時左顧右盼身穿藍衣的車手走進ATM 一口氣提領了37萬元新台幣 旁邊更有人監看 前往上游交付髒款時 還會刻意選在停車場 國道服務區製造斷點 三輛白色小客車接連從停車場依序開走 詐騙集團手法縮密 但還是沒躲過法網揮揮 兩名車手 四名上游人員 共計六人被一詐欺洗錢防治法 被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本分局112年5月份 接獲165詐欺熱點通報 發現車手於雙北地區提領張管 立即成立專案小組追查 並報請新北地檢署指揮偵辦 警方表示會持續向上追查 全力打擊不法 也要查明威秀和中國信託 是否真的涉及各自外洩 TVBS新聞周一峰是挺以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